每晚八点聆听读者,晚上好,我是薇薇,在郑州向你问好。 今晚要和你分享的文章来自于情丧。 多说一句话,我错失了一套房,闭嘴是最高级的情商。 前几天和朋友聊天他很懊恼,说本来到手的肥羊因为自己一句多嘴飞走了。 还没来得及细问,这位多嘴的朋友就开始叙叙叨叨,自说自话起来。 这位朋友最近正准备买房,年前也是看了很多,不是价格不合适,就是户型不合适。 最近正好有对创业的小夫妻因为资金周转问题,打算把婚房卖掉。 价格,位置,户型都很合朋友的心意,各种都基本谈好了,准备第二天签合同。 分开的时候,朋友来了一句,你们搬走时记得把卫生打扫好再走。 朋友说完就后悔了,这句话本来就多余,果然当天晚上就收到小夫妻的短信说,房子暂时不打算卖了。 试想一下也就不难明白,房子是夫妻两个人的婚房,也是两个人辛苦打拼买下的第一套房。 夫妻两个对这套房子本来就倾注了别样的感情,迫于无奈,才考虑卖房。 朋友居高临下的一句话,冒犯了夫妻俩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 就好比你充满回忆风若珍宝的一样东西,无奈转手,却被对方百般挑剔,任谁都不会爽。 之前网上有个段子,说自古反派都死于话多。 影视剧里常常有这样的桥段。 反派们明明一刀下去,击败掉主角就可以大结局了,偏偏落里巴缩说一大堆。 等到主角的救兵到了,反被主角反杀。 其实很多时候,我们自己也是一样。 让我们不能如愿,心情糟糕的,不是不会说话,而是不会闭嘴。 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? 花了几个小时,在网上跟人对骂,不仅没有骂赢对方,还把自己气得睡不着觉。 情绪来袭,逞意识之快,说出最伤人的话。 事后再怎么灯门道歉,对方也说了原谅。 但是嫌隙已然存在,怎么努力,都于事无补。 面对重要的人,继续想要争取好感,表达清楚,却越说越多,越说越乱。 但最后反而暴露更多的问题和矛盾,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。 其实很多时候,能成事儿不一定要多么会说话,但一定要学会在恰当的时候闭嘴。 面对不熟的人,要学会闭嘴。 我之前也是个很自来熟的人,直到有一次,一个读者跟我诉说他的苦恼, 说他有一个同事,大家相处还算愉快,每天上班一起吃饭。 唯一让他感到压力的是,同事常常跟他说一些很私人的事情。 比如吐槽家里亲戚如何吸血鬼般地找他要钱, 比如哥哥又做了多么没出息的事。 读者说,他感到压力并不是因为厌烦,而是不知道作为一个同事该如何回应。 毕竟,这些关于家人的私事儿,说多了僭越,说少了,又显得冷淡。 面对不熟的人,学会闭嘴,更别说那些认识没多久就称兄道弟,恨不得把银行密码地告诉别人。 切莫交遣延伸,是成年人学会人际交往的最重要一课。 一方面,要学会保护好自己,不要因为一时兴起把自己的把柄交到别人手上。 另一方面,跟别人讲超过当下关系的事情,也会给别人带来压力。 面对不在同一智商线上的人,学会闭嘴。 带我入行的老师说过一句话,如果不懂,就说出来,如果懂了,就别说,笑笑即可。 以前不明白,后来工作几年发现,这简直是与人交往的最高级的技巧。 不懂的时候,要说出来,第一,可以学到新的东西,第二,给对方表现的机会。 如果你懂的话,就看破不说破,不要说出来揭穿别人,给人家留一些余地。 可是很多人却常常相反,我以前就是,看到网上一些脑残粉,我耐心地跟人家摆事实讲道理,试图告诉对方, 姑娘,你这样不对,最后却被对方的神逻辑气到睡不着。 其实很多时候,我们要的未必是想教育别人,不过是想证明自己的懂,自己的理智,自己的不脑残。 其实,真正证明自己尚有理智的,不是赢了对方,而是闭嘴,起初这场争论。 不要和傻子争论,他一定会用他的傻瓜理论将你彻底打败。 你唯一要做的,就是远离这样的人,不说话,笑笑即可。 面对想要珍惜的人,也要学会闭嘴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,和一个你很珍惜的人相处,两个人都不说话的间隙,你感到尴尬,然后你努力找话题,却找了个最不合时宜的话题,结果越聊越尴尬。 或者,你和一个好朋友聊天聊到兴起,结果聊过了头,把之前一直回避的敏感话题聊了起来。 当时倒没什么,事后又倍感后悔,倍感尴尬。 和真心的人相处,同样要学会闭嘴,关系再好的人,也要留有彼此的空间。 就像海明威所说,大多数时候,我们说得越多,彼此的距离就越远,矛盾也越多。 在沟通中,大多数人总是急于表达自己,意图为快,却一点也不懂得对方。 两年学说话,一生学闭嘴,若真没话,那就别说。 说过多的话,只会把对方推得更远。 人生最好的三种状态莫过于,不期而遇,不言而遇,不要而遇。 和真心的人相处,很多时候不需要多余的话,一个眼神,一个微笑。 这种不言而遇的默契,是说再多话也无法比拟的。 面对珍惜的人,也要学会闭嘴,不要轻易打破那份默契和美好。 塔勒布说,世界上有两种人,一种想赢,一种想赢的辩论。 就像电视剧当中,嘴炮打得响的人,一般都活不到最后,不管是亲人朋友,还是和陌生人相处。 当我们想要争辩的时候,不妨想一想,我们是想要一个好的结果,还是想赢得这场辩论。 我们无非是想让自己活得更好,和这个世界好好相处而已,又不是参加辩论比赛,干嘛非要争个面红耳赤,两败俱伤呢? 会说话是一种能力,会闭嘴是一种教养。 笨嘴啄舌的你我,不是看了几遍说话之道,就能学会说话的人。 或许我们没有办法折战群儒,折擦莲花,一语盛千言,但起码可以努力学会闭嘴。 学会闭嘴,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。 感谢作者秦桑,我是薇薇,我站在原地,等你回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